5 4 3 2 1 请按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不敢往后看吗 哎呦 过来不见瘦啊 我得给你买一样点就好吃了 您好 沈阿姨 过里马呀 这是新北京爱情故事啊 沈阿姨漂亮不漂亮 您为什么这么漂亮啊 我是天生丽质 谢谢 您今天知道到这儿来是为什么吗 实际上吧 今天我确实想来一趟 因为呀 平常呢我们都是退休的 然后大家都喜欢活动 但是现在我也碰到一件难事 就是我左右这两位难事吧 每天在我晚上去跳舞的时候呢 我要跟这位哥哥跳舞呢 这位哥哥生气 我要跟这位哥哥跳舞呢 这位哥哥生气 所以现在弄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跟我吧 图老师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还说怎么办 就沈阿姨这风韵犹存的样子 要是再年轻上几岁 这80 90 70 60 全都给您闹出大别扭来 哈哈哈哈哈哈 实际上 图老师我跟您说吧 这两个哥哥对我都挺好的 你看看这个赵哥 他齐琴书画 样样精通 然后唱歌跳舞特别好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回到了 那种年轻谈恋爱的感觉 李哥带给我的呢 是一种特别安稳的感觉 特别安稳 他呢属于那种居家过日的情况 把他们俩捏一块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问一下沈阿姨 其实您也单身很久了 一直以来想过找老伴吗 因为我们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 到我们这种年龄呢 找的是老伴 什么叫老伴呢 就是你看有的时候 我们到外边活动一天了 然后回到家里以后 做一碗面或者做一碗粥 做到饭桌前一吃 抬头一看 这面是空的 如果这个时候 要是有一个人跟你说话 我感觉特别好 说说话 然后有的时候呢 在旁边看电视 回头想跟一个人聊天吧 但是旁边是空的 这个时候特别特别想找一个人说话 实际上这两位哥哥 跟我都挺能说的来的 他们俩在我的心目当中 现在都挺重的 那个怎么办 我比较喜欢赵叔叔 我感觉跟他在一起 应该会很开心 其实作为子女的角度 我觉得我都很赞同他们来告白 但是因为赵叔叔太能说了 我觉得李叔叔显然就显得很弱 所以的话很多感情的东西 可能爱的一些戏集就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从那个精神层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也相信李叔叔是一样的爱我们的阿姨的 所以我支持李叔叔叔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对于爱情有的时候都是一种要快餐式的 你两个月 而李叔叔只有十几天 你十几天你就确定你爱上他们吗 是不是稍微有点快了 只是说喜欢啊 单向哥爱上他们的喜欢好感 帮你做发展 我觉得生活过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才是真 其实在一起要的就是那份踏实安全感 可能女人都喜欢罗曼蒂克都喜欢浪漫 时不时的给点鲜花给点礼物给点惊喜 每个女人都不会去拒绝都会很喜欢 但是生活我觉得还是以踏实为本 说得好我就是她的日过日的人 普通人会做饭 谁说几度夕阳红只是近黄昆 他们也能迸发出自己的热线 很显然赵叔叔是年轻人的澎湃的攻击模式 李叔叔是默默无闻奉献的这种模式 到底哪种方式能够掳获陈阿姨的芳心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赵叔叔和李叔叔的告白时间 下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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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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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